只有最绝望首相,才用紧急状态抗议,林吉祥,元首应征询司法机构。 林伯伯说得好,丁丁为保住政权烂用紧急状态,但全民受罪,抗议根本就不需要用到这招。 为了不让紧急状态冻结国会和扰乱全民,林伯伯今天向尊贵的陛下和后门丁丁喊话了。 元首应该征询司法机构意见,判断宪法第150条,是否允许宣布紧急状态和冻结国会,以便首相能够解决其政治问题。 昨天之前,没有人讨论过采用宣布紧急状态的宪法第150条,作为解决新疫情的可能方案。 理由显而易见,只有最绝望或最平庸的首相,才会寻求援引宪法第150条,宣布紧急状态以应对新疫情。 为了投入对抗新的战争,目前并没有需要宣布进入紧急状态,才能授权政府做的事情。 昨天,沙巴有6827个新活跃病例,其次是雪兰鹅960,几打586和冰城372,而其他州属的活跃病例少于200个,即兰丹、腾亨和玻璃市的活跃病例则少于10个。 紧急状态是否仅限于沙巴?有什么理由,让政府在沙拉越、马六甲、柔佛、布城、登加楼、吉兰丹、彭亨和玻璃市都实施紧急状态? 这些州属的新病例均少于100个。 政府是否要用已经无法掌控吉兰、槟城、吉隆坡、霹雳和森伟兰的新疫情为理由,因此,得根据宪法第150条宣布,这些州进入紧急状态。 是的,我们有必要针对第三波新疫情采取更有效的行动,而迫切需要的是,针对第三波新疫情,开展全政府和全社会运动,宣布紧急状态和冻结国会,会否形成这种全政府和全社会的方针。 我相信效果更可能适得其反,因为人民可以看见破坏全政府和全社会方针的,正是国盟部长和领袖本身。 况且,为了对抗第三波新疫情,为何需要宣布进入紧急状态以冻结国会?内阁有没有向元首建议宣布紧急状态,却不冻结国会的选项? 马来西亚又会不会在爆发每一波的新疫情时,宣布进入紧急状态? 或许元首应该征询司法机构意见,判断宪法第150条,是否允许宣布紧急状态和冻结国会,以便首相能够解决其政治问题。 大马独立至今曾颁布,四次紧急状态法律和宪法等将停运。 看懂就帮忙转发在后门执政下,国家会沦摸到这样底部吗? 若一切都如今天报道所言,为保证权而扳紧急状态,那么就真的自己看这里,何谓紧急状态? 看后一幕了然除了国会停运之外,就连其他体系也会,而国家曾颁布过四次紧急状态。 分别是,马来西亚自在今年二月,喜来登政变,导致政局不稳,再加上全球大流行的新疫情,导致大马经济饱受冲击,人民的生活更是雪上加霜。 尽管在今年二月,国家才经历了一次政变,由武统、伊党和土团党再加上国政各成员党所组成的国盟, 用走后门的方式,推翻免选的西蒙政府后,大马政局就开始陷入不稳的状态。 到了本月二十三日,公正党主席兰华,觐见国家元首苏丹阿都拉陛下后,他就召开记者会上,自己凑构数后, 巫统更开始向慕尤丁展开逼宫行动。 再加上来临的十一月国会下议院复会,众多反对党国会议员, 以准备对土团党主席慕尤投下不信任动力,结果,面对四面加工的局势,导致慕尤丁的相位危在旦夕。 有消息指出,慕尤丁为了确保政治稳定和保住自己的政权, 他被指利用专心对抗疫情我国政府将颁布经济紧急状态为由, 此举引起了反对党和人民的反弹和疑虑。 而反对党领袖则认为,此举只会适得其反,不仅不会帮助抗疫, 反而还会再次令国家经济在短期内难以恢复。 而由于民众不了解为何紧急状态而产生恐慌情绪。 根据一名宪法专家山拉哈游表示, 一旦国家宣布进入紧急状态, 那么所有的民主体系、法律、宪法和国会将会全面停止运作。 这也意味着,只要这项紧急状态一日为解除, 这些体系将无法运作。 根据报道,山拉哈游表示, 在宪法停止运作期间, 国家行政将由行政方及中央政府决定, 若有必要,军方甚至可以接管与国家安全有关的事物。 根据联邦宪法第150条款, 颁布紧急状态阐明, 若国会正在召开中, 国会可以通过紧急状态法令。 但若当时还没召开国会, 国家元首陛下, 则可通过紧急状态的条例, 以解决特定的事物, 所谓特定事物是指国家安全、 经济生活或公共秩序受到威胁。 根据马新社的报道, 山拉哈游直言, 在颁布紧急状态是国家元首的绝对权利, 因为根据联邦宪法第151条款阐明, 如果国家元首确信国家安全或经济生活或公共秩序受到威胁, 陛下就能行使其绝对权力颁布国家进入紧急状态。 根据大马历史记载, 一旦国家颁布紧急状态后, 将面对以下事件, 何谓紧急状态? 这事是联邦政府为了保护民众的安全, 有权制定一般不会采用的政策。 换句话说, 当国家在面临危机时, 政府在没有受到国会和司法等单位制衡的情况下, 行使几乎绝对的权力引来治理国家。 根据联邦宪法第151条文, 如果国家元首确定会发生危险事件, 陛下也可在实际情况未发生前, 颁布紧急状态。 联邦宪法第154条文阐明, 颁布紧急状态意味着, 联邦政府可以将权限扩展至任何事项, 包括该些隶属州政府管辖范围的事项。 联邦宪法第152C条文和第153条文阐明, 紧急状态期间, 任何制定的紧急条例与国会法令有着相同的效用, 直至国家元首撤除或国会废除雷址。 在第152C条文下, 国家元首有权制定紧急条例, 如同国会有权制定法令一样。 第156条文和第156A条文也阐明, 紧急条例可取代联邦宪法, 除了有关马来习俗或伊斯兰法律、 东马习俗或州法、公民权、通教或语言。 根据历史记录, 大马子1957年独立以来, 就曾颁布四次的紧急状态, 分别如下, 一在1964年马来西亚与印尼对抗期间, 所颁布的全国紧急状态。 二,在1966年, 沙拉越时任首长加诺宁甘金被割除, 所面临政治危机, 迫使政府在沙州宣布紧急状态。 三,在1969年, 我国不幸发生513事件, 全国进入紧急状态。 四,在1977年, 吉兰丹伊斯兰党, 因为撤换大臣风波, 与武统闹翻, 引发政治动荡和街头暴力事件, 最终该州被颁布紧急状态。 四次颁布紧急状态当中, 最令民众印象深刻的紧急状态, 是513事件时期。 根据报道, 在1969年5月13日, 大马因第三届全国大选结果, 发生了严重的种族冲突。 国家元首在时任首相东姑阿都拉曼的建议下, 于5月15日宣布, 全部进入紧急状态。 在5月14日时, 政府开始实行戒严, 股市修饰, 当中航空、火车、水上交通一切停顿, 只有在傍晚时间, 人民被允许步行或骑脚车上街购物, 不准乘坐汽车。 在5月15日, 所有报纸被令停刊, 吉党、玻璃市、 马六甲, 相继被宣布为戒严区, 各地戒严时间均为上午三小时。 国家元首在时任首相中,